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然后阿难在一次出去化园的过程中遇到了摩登家女 摩登家女对她一见钟情 差不似 为了得到阿难 不惜让母亲用那个血厨去迷惑 失败之后呢 摩登家女依旧是不放心 每天就守在寺庙门外 那个阿难外出脱坡 摩登家女就傻傻的 就跟着过面 然后 吓得阿难都不敢出门了 然后摩登家女依旧守在门外 一天一日不见阿难 摩登家女就无所事从大哭而归 阿难就不知所措啊 他便去问佛 佛托 你猜佛托是告诉他什么 是吗 佛托跟他讲就是 阿难跟摩登家女呢 曾经有过五百世的夫妻之缘 所以今世相逢由此是毫不为怪 你为什么跟我讲这个 佛教讲究因果吧 前世今生这个词你应该知道啊 字面一丝知道 佛人这一辈子啊 我有经验遇到前世的亲人 甚至多世的夫妻 就像有些人遇到某些人的时候 会有一种相见和玩的感觉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当然我不是在为男人 建一个爱一个开脱 人生中会有很多奔兰心动的瞬间啊 我要把这个解释为前世音乐 如果今生物把这些当作心动的话 只会走上一条苦海不洋的 就像今世佛托阿难的傻 或人家一个痴 把男人和患人的差别是在于 今生想要解什么样的语言 不知道为什么 感觉你说的还满温暖的 你回去也可以讲给你男朋友听啊 就是做一个更好的人 并不需要改变任何东西 只需要正确的认识自己的内心 毕竟人心向上 对 没错 谢谢你 没灵确尽并未有转 你应该感谢的是你自己的 没灵确尽并未有转 没灵确尽并未有转 铺体本无数 丁尽离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可有尘埃 丁尽并未有转 无数 我认识自己的内心